好 歡迎回到我們的現場 這個作媒剛剛講的愛情的劍 這個秋皮特的劍亂射 這什麼不對 有啊 有這種案例嗎 有啊 美人姐我們剛剛 曾大哥講那個真的很好笑 我們知道那個楊秀慧 他不是一直都是單身嗎 然後他旁邊就有一些姊妹濤 就是很熱情的就說 阿智 我總是跟你介紹好的 然後就其中 他那個姊妹濤也是個女藝人就對了 有一次就說 阿智真的 我從你來 這個絕對好的 有錢 還有演奏 還有運動 又體貼 說得黑漏得突然就對了 他講說 其實他 秀慧他覺得我一個人也好好的 可是被你講到這樣 好啦 盛情難缺就去了 就去了之後 他覺得他如作針針 就我們剛剛講的 每個人看對眼與否 然後你喜歡的人其實都不敢 那是緣分 對 然後真的是緣分 然後整殘法他覺得他真的 他就覺得那不是他要的這樣子 反而是他隔壁那個有沒有 喔 說不定弄不住 後來就很氣了 那個人 後來那個男生好像去上廁所 他就說 你也想給他尊責一下 說沒好理啦 就是他已經 是楊繡惠帶著去的那個女生 喜歡上那個男生 沒有 是那個女生帶楊繡惠 要介紹給楊繡惠 自己忙 自己 後來有沒有成功 這個女生就給他 製造機會自己去 後來他們有沒有 私下有沒有約會幹嘛 他不知道 可是他就說 那個真的是傻妹妹你知道嗎 他真的很容易心神上 他自己喜歡他就去喜歡他 手把只是藉口 我不曉得 我是不曉得中間的內容 繡惠說他看到他那個表情 你都覺得 不然你去 嘴巴就要留下來 你去背 到底是你要介紹給我還是 還是你自己要來相親 我有碰過一模一樣的情形 就是我一個朋友 他要介紹男朋友給我 然後約的地點蠻不錯 在KTV 約在錢櫃 可是後來就是唱歌唱一半 我也蠻喜歡去那種地方認識朋友 因為我唱歌唱得蠻好聽的 我覺得是可以好好表現的地方 但是不幸的是 唱了一半的時候 我楊老闆打給我 說因為有一個媒體採訪 他現在走不開 那是禮拜天 他要我去代打 那以我的工作習慣 我就馬上答應 我們楊老闆我就去代打了 那後來過了幾個月 要介紹給我的這個紅娘 跟那個男生就結婚了 這麼快 對 這麼快 我也有包禮給人家 對 而且那天錢櫃的錢 我也有付三分之一 這個 這個算是 他虧很大 這個算是 不會不會 這樣堅守自盜 不會不會 這樣虧很大 這樣虧很大 我覺得那是美式一樁 不會虧很大 因為如果 我的想法是 如果我今天可以 撮合成一對成功 雖然當天是音錯陽差 可是我覺得 我本來就會上天堂 我在天堂裡的view會更好 因為撮合成一對 不過我有一個很警惕自己 做媽媽桑的經驗是這樣的 我有一次跟一個朋友 介紹那個女朋友 結果那個女生果真 就帶了另外一個 很優的一個女孩子來 然後我的這個男生朋友 果真是看上這個很優的 這個女生 然後把那個相親的主角 當然沒有說做得很難看 可是我自己都感覺這樣 把它晾在一邊這樣 也沒有那麼亮 智不在此這樣 可是後來這個被介紹的女孩 很喜歡我這個男生朋友 所以就滿積極的 然後我們也就湊合她們兩個 因為人家這個漂亮女孩子 已經有男朋友了這樣子 可是我告訴你 開始的時候兩個人 後來還真的有一點feel 還真的就試圖在一起了 就符合我們大家的想望 對不對 直到有一天有一個八婆 是我的一個學生 這真的是八婆 跑去跟這個女孩子講說 喂 人家出出看上的是 你那個漂亮女朋友不是你 這個女生就為了面子跟為了自尊 或者是為了什麼樣的理由 就不跟這個男生來問 放棄了 對 所以下一次我覺得 你覺得人家已經在開始 有這種好事的那個的話 不要去破壞 對 沒錯 真的是白目 這種話你就不要講了 那她錯過這次之後 後來多久才又陷入戀情 後來這個男生也就 可能找到別人也就沒有在 我們全職婚 那個女生倒是很不好 因為她年紀也不小了 後來好像機會也沒有 就到香港去了 所以真的不好 那文倫 我知道男生跟你相親 男生都 交朋友 對 都喜歡你 我自我感覺蠻良好的 你如何去判斷那個男生 我覺得比較年輕的時候 我比較容易看人家外表的條件 也比較容易一見鍾情 可是因為現在我覺得 因為自己過得還蠻愉快的 那我反而就能夠非常敏感的 感覺出來適不適合 好 那我就舉我最近的這個例子 其實這個男生的條件非常好 而且是一個非常疼愛我 我很尊重的長輩介紹給我的 那當天就是約在Starbucks 那後面的過程真的很有趣 他很有風度 那他進去 我也覺得他挑選的場所很OK 然後他坐下來就問我要喝什麼 我就說我喝咖啡 他還問我說那你要不要個蛋糕 我就說我要波斯頓派 然後他就很有紳士風度的去買 然後就拿回來 那那天真的很巧 因為平常也很少人要找我簽名 但是那一天好死不死 就是有一個也是一個男生過來 然後他拿了一本政大哥寫的書 說你就是常常上美人 跟弘一的節目的邱小姐嗎 我說是 他說那你可以不幫我簽名 我就很高興我要簽 可是這個先生回來以後 他就很嚴肅的跟這個讀者 跟觀眾說 不好意思 這是我們的私人時間 可不可以請你不要打擾 對 那那個時候 因為我的習慣是 我可以nice的時候 我都會對人家很nice 對 對 好 然後都很ok 到這裡都很ok 然後接下來大概過了兩分鐘 那個角落有一個位子空出來了 那這個 gentleman他就跟我說 Monica我們去坐那邊好不好 我說為什麼 他說我不希望有臭男人在靠近你了 好 好 嘴巴好甜喔 其實我也有一種被flatter的感覺 對 我還蠻開心的 然後我就跟他一起搬到角落 然後因為我被flatter了嘛 那我很高興 所以我就對他笑 然後他接下來就跟我說 以後你不可以再這樣子笑了 那我問他為什麼呢 因為你把我的心都給虎惑了 不是 他講話更甜 我不要弄了 我肚子沒聽了 這就沒關係 都沒關係 你可以 你可以對我笑嘛 你可以對我笑 你這樣對我笑 不要好吃喔 好煩喔 沒有啦 有時候你還沒來 你就不行了你 真的真的 他講話更sweet blatter的平方 好 他說你這樣笑 會迷死全天下的男人 哇 可是這個有一點太過分了 我覺得 聽完聽完 還沒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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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男人 還沒有玩 好 再來 都不讓我講 好的 OK OK好 其實我說話都還很開心 然後 我就跟他說 其實我每天都這樣笑 而且啊 以我過去的歷史 我從來就沒有迷到 貴人家的男人 請放心 然後他就說 沒有啊 我在網路上查過你的資料 他說 有很多小男生都很喜歡你 那我聽了就 其實我還是在高興中 但是我大吃一驚 我就說 你確定嗎 你確定是我自己寫的 還是別人寫的 那如果是我自己寫的 肯定是我在替自己做面子 那如果是別人寫的話 麻煩你一定要寄給我 讓我高興一下 對到這裡都OK 還很OK 但是 最後 就破功了 因為 他說其實 除了你的老闆 前老闆之外 你們公司 我還有認識的其他人 那我就說 真的嗎 因為我想 這樣子我們就有交談的話題 我說誰 我很自然對不對 然後他就跟我說 我怎麼可能告訴你 對 好 其實就是從一到五 我到現在還是很 覺得他是一個非常好的人 而且我很樂意介紹給我旁邊 身邊女生的朋友 可是到第五的時候 我就發現 其實我跟他不適合 因為我覺得 我是一個 這麼享受我的自由 這麼享受我的獨立生活 可是我感覺到一種壓力 就是他會observe我 或是watching我 然後他對於我的每個action 都有comments 然後希望我 是什麼樣子 是什麼樣子 那我自己覺得 如果是十年前那個 溫柔的小女人的我 我說不定會很開心 因為以他的條件 還有對我的nice 但是因為我現在是 非常獨立的人 那我在這個moment 我就很清楚的知道說 其實我比較沒有辦法 去配合別人的期待 他為什麼不能告訴你 因為那個人要當他的暗裝 默默觀察秋文仁 對 就是你從 所以他絕對不能讓他曝光 對 其實你都發現他觀察我 非常久了 我好多了 其實溫柔 我直覺這個 這個男人是一個 非常大男人殺文族的 我覺得你真的會很辛苦 基本上次了 不是他用他的方式 在寵愛 對 而且你還不能不聽他的話 如果是十年前 可是有一種可能 是符合他的type啊 沒錯 如果是十年前的我 到那邊都還會很開心 而且坦白說 因為我覺得他條件很好 所以我到公司去 我旁邊有些女生 聽到我形容他的時候 就會說 那如果你覺得不適合 可不可以介紹給我 我旁邊有人這樣告訴我 我非常非常的樂意 但是只是我自己就覺得說 我已經年紀那麼大了 其實我比較難去符合別人 要叫我怎麼樣去生活了 對 所以他就叫不適合了 我還是要稱讚一下 那個拿書給你簽的 那還有眼光 對 好 我想請好了 大家聽你只在意這個點 從頭到尾 可是我是簽文的名字喔